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中国发展到现在吧,你表面看上去呢,高楼大厦什么都有,感觉一派繁华 但是这大厦之下,其实很多壳都是空的,这个呢很多人也都感受到了 但是,脚踏实地的发展永远是痛苦的,而且速度慢 于是呢,他就走上了所谓的弯道超车,偷鸡取巧的路 当然啊,你也不能怪这个社会主义总搞这个歪门邪道 毕竟从根上,人家夺取政权的基础,它就是打游击,拉偏手来的 所以每次看到胡同稿小朋友念书,那读书生都让本频道绕着走,心里特别的惆怅 因为没法回答他们,既然红军如此正义,为什么不迎着国民党的军队而上 反而被追的开启了长征,一路损兵折将呢? 这世人呢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没想到最后是鼠辈当政,听上去一点也不浪漫不是吗? 就这事这么多年也没想出一个好的答案,好在现在的下一代已经不再纠结历史的真相了 他们的真心与求知欲,在无情的社会现实里被拍击 后脑勺被打的多了也就知道啊,白纸黑字写上就能拿分就成,谁在乎过程呢? 务实挺好,人不畏己天诛地灭嘛,也算是祖宗的教导 可你就眼见着这社会,从大家要好,说实话讲美德,到今天狗咬狗的程度 你说这是年轻人的错吗?不是,这一代代的沦丧,咱有一个算一个都处理了,谁都跑不了 所以习惯性撒谎啊,宽慰自己,拿到想要的,就成了中华民族全新的基因 而且日趋顽强 就不说别的,前两天,为了争名哈,中国宣布说做出了世界第一台飞行汽车 并且首飞成功,宣传说的特别好,说坐着这个东西,从深圳的舍沟港,飞到珠海的九州港 之前两个多小时的地面车程,现在缩短至二十分钟,那叫一个高校 不仅如此,人家还畅想未来,说以后大家可以拿着手机一键约车 预计有100辆空中出租投向市场,这科幻感一下子就来了 但这玩意儿有个小问题,那就是他看上去吧,没轮子,不能开 这东西传统上讲,我们都管它叫直升机 毕竟官方自己也说了,他直上直下,不需要机场跑道 而且,在城市路面上无法行走,毕竟上头还有几个不小的螺旋桨,容易把翅膀卡掉 那这不就是直升机吗?啊不对,准确一点来说,这是放大版的大江无人机 嗯,现在能做人了 你说这玩意儿算是技术突破吗?不能够吧 管它叫飞行汽车,是不是有点太张狂了? 不光是写新闻的侠,让他们这么报道的公司也是脑子有炮 再按这个思路,任何生产汽车的公司,都可以管自己这玩意儿叫滑行飞机 毕竟人家有轮,全程滑行,你看看,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但是你说,名号响亮就能领赏,让网友骂几句怎么了 你就说这事给你,你干不干,估计也没有多少能义正言辞拒绝的 嗯,你没听错,政府这两天发布了规划,说要在2025年让这种电动直升机大规模投入应用 估计过两天股市就得上线,吸引一大片想发财的去框框投钱 你看看,这雪球不就又滚动起来了吗 毕竟中国现在各行各业的状态都不太好,政府财政亏空的厉害 之前关门运动的时候,中央说让各下级单位不要担心钱的问题给补贴 你们只要把门关起来,好好的整治一下人民群众的心理就可以了 出了事儿呢,政府兜底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这群众是整治了,骂名地方也背了 到该给钱的时候,中央翻脸不认人 说各地方的债务,你得地方自己解决啊 弄不了是吧,你可以卖地啊,地卖不出去,对不起,我把你基建的拨款也都卡死 这就叫断了后路,缺钱你找人民群众去啊 所以这几天,地方政府一个个都跳着脚的骂中央的 那问候的都不只是巴贝儿祖宗了 看着这内部矛盾就要升级,很多专家学者也坐不住了 就那个姚洋站出来建议中央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 甚至以发钱的方式,把这几年关门的债务追平 但是中央不喜欢这个解决方式,他们建议让地方穷则生变自己搞定 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啊,路就简单多了 是中央印钱稀释你的钞票,还是地方作乱直接收走 里外里,手心手背都是巴巴,哪条路都不好走 所以呢,群众们最近火气很大,卷完这个批评那个的 总之,普天之下是没有好人了 而且,说实话,中国经济往后怎么走,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了 基本上这河都快干了,左手住建部发文要求各城市做好金明两年住房发展计划 想看看如何能阻止市场大起大落,把房价稳住 而右手,大批还不上贷款 又或是想从大富翁游戏里退出来的群众,忍痛割爱也不想继续玩了 双方相知不下,气氛紧张极了 而基于各地方和中央的梁子太深,现在配合度也不高 居然能有下级干部喊出,不能在本地就业,让农民进城买房属于尾城镇话 跟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这种话 自理行间,矛头直指老习现在打贫农抢田地这事,干的不地道 土地是集中到了国家手里,没错,但是老百姓去哪吃饭呢 所谓的小康不是平均数据上去了就行 泱泱大国,你不说所有人都吃喝不愁,那是菩萨能干的 你最起码能让大多数人活得像个人,有活干有良处吧 不过反观中国浩瀚千年的历史里 真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也不过几百年,都被后世佐以了盛世的美名 现在算不算咱不知道,反正挺多人连盛饭都没有了 这不前两天,一个女企业家去讨工程款 结果被当地黑皮狗来给带走了,罪名是寻衅滋事 而更神奇的是,这回企业家讨薪的对象是政府部门 就这荒唐事你都不知道应该总结成官逼民反,还是黑吃黑未遂 想想之前农民工讨薪,为了块儿八卯的都能被生活拍一板砖 地痞流氓揍了你,你还不能说理,想想也是挺难受的 而偏偏啊,怂人发怒的方式往往不是冤有头债有主,而是向更弱者下手 这不,山东德州,嗯,你没听错啊,山东 就有一个男子驾车冲着校门口就去了,说是倒了三十多个 不过官方报道里没那么多,说俩人没了六个重伤 而这消息居然在本地的群里不知道,还是人家广州先爆出来的 经济不好,生存愈发艰难,这种事儿只会越来越多 有的时候也觉得这个社会呢,挺残酷的 人人都知道平安是福,可连饭都吃不上,又如何能平安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这飞行汽车,究竟算不算名副其实呢? 而中央不给地方政府拨款,逼他们自力更生,又会不会起到反效果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下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感不感,下次再见,拜了个拜